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仁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 祝大家假日愉快 禮拜五大家看到的 如果你沒有時間看盤 你會發現說 就押回69點嘛 可是我帶大家看裡面的內容 或者叫結構 這個是南亞 我昨天談過的 傳產股裡面 它今天會代替金融股 那你看到南亞 看到990市的保存 然後再看到1402的圓坊 至少都還在盤上 1723的中碳 它都還在平盤 大部分的時間都還在平盤附近 這些都是傳產股 今天的傳產股裡面的內容 各位可以多去做留意 因為它這個就是一個輪動的結構 只是因為傳產股它比較不佔指數 它佔的全值比較少 所以你看到大盤的指數是押回的 這個就是結構 大家比較沒有時間去看的 所以我昨天有談到今天從金融到傳產 傳產這個部分 它因為比較不佔指數 所以你看到指數今天是押回 那這個押回的過程裡面 你注意看 再看幾檔股票 再看三檔股票 一個叫2317的鴻海 鴻海是在盤上的 然後我們再看4938的核碩 它也在盤上 還有一個就是3673的FTPK 陳宏 它也是比大盤要強 大盤這一段在殺的時候 它都還在盤上 這附近平盤附近 所以這三檔股票 從鴻海 核碩到FTPK 它代表的iPhone 6 就是所謂的蘋果概念股 第三季iPhone 6 整個估計大概有一兆 超過一兆台幣的一個產值 所以這個部分 也是跟指數有關係 因為這些都是 比較重型的股票 那現在問題是 會買股票的人 大家都會啦 買股票真的很簡單 買股票就好像小學生 國中生 高中生 可是大家都會說 賣股票才是真正的學問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 以前應該如果你 你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講法 沒有錯 買股票 塞了嘛 買股票才是塞股嘛 買股票啦 買股票才是塞股 可是你說賣股票才是學問 那現在到底要不要賣股票 答案是 正確的答案是 你手上的股票一定要做一個檢查 檢查說哪些股票要出 哪些股票你繼續好好的抱著 或者是你有一些股票可以做一些調整 其實我今天整個早上過去這一個禮拜來 我幾乎每天都在幫我們會員朋友做調整 你手上應該要有一些賺錢的股票啊 你不應該說來到了9500點這個地方 手上的股票都是賠錢的 那一定有問題嘛 操作上一定有問題嘛 那你賺錢的股票跟賠錢的你可以一併把它賣掉 讓你的資金大部分在回來 不斷地回來 一直到今天早上 我都在幫我們會員朋友做這個動作 讓我們會員朋友的資金回來回來更多 那這些資金回來我下個禮拜自然有用途 自然有怎麼用 很簡單嘛 個股有條件我們就做動作 沒有條件不要隨便做進出 個股有條件我們就進 小標股5 小面板今天掌停板鎖起來 到收盤還是鎖起來 超過15000張的成交量 我沒有預告 對 很抱歉各位觀眾朋友我沒有預告 為什麼沒有預告 我等一下會談 小標股5今天掌停板鎖起來 現在關係到很多人的是 你怎麼出 有些股票一定要出 下個禮拜要出 出完之後你要換 為什麼出完以後你還可以換 因為這個多頭 還沒有結束嘛 我一定有我的理由啦 比如說我昨天其實就有提醒大家 你說今天壓回69點 收在什麼地方 今天壓回禮拜五壓回69點 收9495對不對 你會覺得好像是跌 其實昨天漲75點今天跌69點 還是一樣嘛 9495它至少拉回比較好 以周K線的角度來講 昨天你就應該知道 以周K線來講 其實它收在9510以下會比較好 因為昨天過了9550 這個過了其實短線上 你要稍微在技術面做一個適度的尊重 所以今天禮拜五壓回到9495 小於9510 這不是一個壞事 我昨天就談過了 拉回不是一個壞事 我等一下還會談得更清楚 那你再看喔 過去三天從第一天你就知道是金融股 把貸盤貸過去9500點 那這個金融股呢 到今天為止呢 金融股你說今天也是開平走低對不對 金融股從第一天你就知道了 其實更早之前你就已經預算到這個地方 那今天金融股這樣子它在什麼位置 它也沒有結束啊 為什麼 為什麼金融股這個穩定的力量 它還沒有結束 因為金融股今天壓回來 這是昨天的收盤嘛 今天金融股壓回來也還是在這個 虛線的框框裡面而已 它下面還有一個支撐在這個地方 所以金融股接下來仍然是一個穩定大盤的力量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有一些股票 我已經事先提醒過了耶 我在7月7號我就提醒大家說 有些股票你看大盤上去 它沒有跟上去的 我那天還把速度放得很慢 我列了這麼多的股票 說你自己要不要檢查看看 然後你看隨便舉兩檔股票 4162 7月7號在這個地方 7月11號在這個地方 就這幾天而已 然後你看志冠也是一樣 就這幾天而已 7月7號到今天7月11號 這一個禮拜當中就一個禮拜 這種類型的個股還蠻多的耶 那這種個股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嘛 這一段你是不是自己檢查一下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麼檢查的時候 你的麻煩就大了 那你麻煩大了我提供大家一個方法 假日當中你真的需要我幫你檢查你的個股 你跟我們線上的助理聯絡一下 因為你真的這個如果說你這樣子你不知道說檢查你的個股 是長了什麼樣子的話 那我希望幫助大家可以 這個是可以我們可以聯絡一下的 但是現在我要談一個 接下來未來兩年的新的贏家裡面 我昨天有談到嘛 除了說你要有你的方法檢驗你的看法 方法檢驗你的看法對不對 然後才有做法的問題 而不是每天在那邊問做這個做那個 好現在還有一個 成為一個市場未來兩年新的贏家 一定是要違反人性 什麼叫違反人性 大力光到昨天我還把它劃下來 昨天的大力光我把這個位置劃下來 今天的大力光它還是漲啊 今天的大力光它還是往上創新高 來到2555 那這個就是最標準的違反人性 很多人600多買大力光700多買大力光 到了900多塊會覺得說千元的股王 1000塊應該有壓力 所以900多塊大力光賣掉的人非常的多 來到了2555 這叫違反人性嘛 不可能去買了啦 2555違反人性 所以它當股王 那你以後要變成一個市場新的贏家 多多少少你在整個處理個股上面 都會有違反人性的過程 一定是違反人性 你的股票才會飆 那問題是飆上來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隨時都想把它賣掉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中間做一些價位的設計 用我給大家的一些價位的設計 來輔助您未來成為新的贏家的過程當中 必然會面臨到的違反人性的過程 那個做程叫做考驗 你說要賺一倍賺兩倍 買股票很簡單啊 問題賺一倍賺兩倍 那個就是一個考驗的過程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斷地去做價位的設計 我等一下會舉我們今天賣掉的例子 我們今天賣掉一檔股票你之前看過的 我是怎麼樣在什麼地方把它賣掉的 那個也是一種價位的設計 然後你看節目最好你能夠自己吸收一些 比如說4939的雅電 我在這個地方就跟他談說 這20塊的地方喔 亮的形態 亮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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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亮縮都變成買點 每一個亮縮變成買點 每一個亮縮變成買點 亮縮然後今天創新高再漲停 這個過程是不是都在亮縮的過程 那這個是各位可以自己學起來的啊 這個就不用我每次去講 因為股票太多了 我在這個地方談說 你看這個上下游的關係 問題我要講這個地方 多頭亮的形態都是在亮縮買點 亮縮買點 亮縮買點 這裡才20塊 這個地方的4939的雅電才20塊5毛 今天已經來到26塊7毛5 所以這個是看電視的漲字會 的另外一層的收穫 有些個股我昨天剛才講完了 你本來這裡就有一個想法 這裡有壓力 藍色的圈圈 藍色的圈圈 你如果事先知道 你昨天不會去追嘛 你昨天不用去追 今天就不會被套嘛 所以你昨天那個地方就可以把 這個刪掉嘛 昨天我在講刪去法 然後你把 幾天前的駁字 我說為什麼前幾天把駁字賣掉 什麼地方賣掉 為什麼把它賣掉 在這個地方漲停板那一天 漲停板也很強啊 甚至於很多人去追有沒有 追完以後第二天開高走梯 昨天跌停今天跌停 那你先不要講為什麼嘛 你為什麼這個地方要把它賣掉 這個也是一個事先的想法 我是在四天前禮拜二的節目當中 直接跟大家講 我把這一檔股票賣掉了 一二三 昨天跌停今天跌停 這個是各位投資朋友 你事先可以自己做得到的 你做得到的 只要你事先對每一個個股的價位 有一些想法 現在問題是 觀眾朋友 都不喜歡有一些想法 希望說能夠簡單一點 或者是 偷懶一點 然後你就會聽 我曾幾天講過 其實很多人回想 前幾天這個有邏輯才有智慧 整個市場的投資朋友 很大的一個回想 你每個月都 我說你要準備紙跟筆 把每一個分析師的 講的過程做記錄 然後你如果看說 每個月都賺500點 500點 你一口單賺500點 就是賺一倍啊 超過一倍 你一口單每個月賺500點 每個月都超過一倍 每個月都超過一倍 你的100萬經過了12個月 1月2月3月4月 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 你的一口單應該從100萬 到12月的時候 應該是20億耶 你的100萬 只要每個月賺500點 每個月賺500點 你到年底的時候 就是20億耶 100萬變20億 你覺得這個合乎邏輯嗎 那如果不合乎邏輯的事情 我相信我們的投資朋友 都有智慧 因為太多年了 這幾年當中 我發現看我們節目的這些投資朋友也好 會員朋友也好 一般都比較有智慧 那比較有智慧你應該分辨得出來 講的東西合不合邏輯嘛 所以 這個事情 你如果聽得進去 你如果聽得進去 我這種講法也聽得進去 你在未來兩年成為新的贏家的過程當中 就有機會 因為你不會做夢 你如果要做夢 你倒不如去澳門賭一把 這個我們以前常常講的 你去澳門賭一把 還比在這個地方 聽一些神話故事還要更有意思一點 所以你如果聽得進去 一步一腳印 基本的方法一定有 那股票市場一定有人賺的 比較會賺 那你只要檢驗一點 不管這個分析多準 股票多準 每個月能不能把 每個月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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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的 幾檔股票 你講幾檔就好了 我想沒有人要求你說 把所有的股票都公開 因為有會員的關係 但是你進出總共幾檔股票 講一下 這樣就不會有神話 而是大家能夠一步一腳印的 真正去賺取你應該賺的財富 所以各位有智慧的人 過去幾年有人跟你講 用聰明的人來賺錢 這個只對了一半 因為每個人都講他是聰明的人 可是各位是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應該知道說 方法在哪裡 而這個方法是二十幾年來 我看過聰明的人 二十幾年來我看過很多聰明的人 他們用的方法累積起來的 而我把這些方法簡化之後 再交給各位 比如說我今天又看到一個圖形 3520的鎮圍各位不認識 可是在去年12月的時候 這裡又有一個紅色的框框 這個紅色的框框當時才20塊8毛 這個紅色的框框20塊8毛在這裡 在這裡 20塊8毛後來漲到87塊3 20塊8毛87塊3 這個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肯定的說 你做得到做不到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可以肯到這個起點 這個開始的這個點 也是有方法可以看到的 這個20塊8毛這個開始的紅色的框框 這個起點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後新的方法叫做自助 你可以自己幫助自己 我們現在用新的方法 希望投資朋友能夠自己幫助自己 這個叫傳承 所以下個禮拜怎麼樣去增加自己的執行力 有些股票你要出就要出 然後出完之後你才有資金去進 去進什麼 進當你今天看到小標股5 這個紅色的框框出現的時候 你今天才有資金進場 你才敢進 等一下我要談到的小標股5 我們待會見 永恆的海灣 不朽的巴洛克 王者的城池 天空的江山 創新建築的夢想 大海正核心 最美的收藏 My Ocean My Palace 天一 1629 5511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長 會員專屬績校長虹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您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符號 為了離心複雜難免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彼此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長 會員專屬績校長虹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好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清理窗 專利符文師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清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未來學 我現在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讓大家瞭解 我對大盤的一個看法 也許禮拜五很多人擔心 然後亂殺一通 可是看這個圖你就清楚 只要是尖尖的地方下來都沒事 尖尖的都沒事 只有形態 形態 像這個地方有一點形態的 這裡有一點形態的 目前因為這是尖的 它不會是尖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有計畫的控盤 有計畫性的控盤 它一定會有形態 它有一個癢的過程 希望大家聽得懂 你如果聽不懂 你回去看一下這個兩個點 跟過去這個尖尖的點 有什麼不一樣 尖尖的地方 它下來就是買點 我用簡單的方式講 下個禮拜我們可以用嚴格的條件 繼續取勝 問題是各位投資朋友 你哪些股票要出 哪些股票要換到新的方法裡面 這個初跟進這間 考驗各位禮拜一的速度 要有一點速度 那所以我從7月1號到現在 我們新進的無檔股票 全部在這個地方帶過一遍 因為時間的關係 第一個 純技術性操作小標股1 這個各位已經看過了 7月1號講完7月2號 7月4號 再來的過程裡面 包括說怎麼樣再去創新高 好 然後三根漲停板之後 你看到了 問題是今天跌停板對不對 今天跌停板 你有沒有看到當時這幾個價位的設計 這個價位的設計告訴你說 我把它賣掉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買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會看到說 我沒有賣到最高點 但是因為價位的調整是設計 所以我把它賣掉 賣掉以後跌停板 賣掉以後跌停板 你說會不會再漲 會不會再漲 這本來就是一個技術性的操作 技術性的進 技術性的出 會不會再漲不是重點 會不會再漲 是我可以找到其他的個股 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可以找到其他的個股 從這個地方開始 所以出嘛 有什麼關係 出完以後你才有資金嘛 這是小標股1 然後賣軍火的小標股2 賣軍火的比買軍火的要好 377的聯發科 156的宏達電 賣軍火的比較好 然後昨天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談 硬體一定要有殺手級的產品 這個殺手級的產品在物聯網 其實現在沒有 雲聯網也沒有 不要用題材在操作個股 沒有殺手級的產品之前 你講物聯網還太早 雲聯網還太早 但是不管怎麼應用 以後怎麼樣的一個產品 它就是要連接到消費者 那連接的過程當中 現在當物資集就是試機嘛 試機裡面就是小標股2 高速光收發模組 這是今天的 這個從7月1號到現在 各位看過的小標股2 今天其實比大盤要強很多啊 大盤盤充在殺的時候 它根本就不殺 這是小標股2 在未來整個趨勢當中 賣軍火的賣試機設備的小標股2 我們仍然會持續去注意 小標股3 你各位看過了 鬆騰7月4號第一根 然後從哪個位置開始 學這個就好了 其實你學這個就好了 從這個位置開始 然後到它長大的過程當中 各位已經看過 它叫做3484的鬆騰 好 那這檔股票很多人講 我知道我說過了 很多人漲上來會講 可是今天我們做了一半的調節 做了一半的調節也沒關係 因為我可以再找到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鬆騰 只要你有固定的方法 你就可以不斷地去複製 所以我們小標股1 2 3 已經調節掉一檔半了對不對 小標股4 小台達電 我要講一下 因為很多人去問 問說小台達電是什麼 我很對這個乘以2很有興趣 上個禮拜五提醒我們去準備 你說禮拜一準備 禮拜五提醒禮拜一準備 禮拜一就漲停板了 禮拜一漲停板的時候 到今天我要談的是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 這一檔股票的主力的行為 為什麼要講主力行為 因為未來兩年我們要成為市場的贏家 新的贏家 你講什麼基本面技術面 其實到最後反映在主力的行為當中 那主力的行為 我能夠跟大家報告得比較清楚 所以這檔股票 我為什麼這個地方還不跟大家講 雖然很多人自己去問了 因為它是主力用衝量 主力有錢有股票 它不是壞喔 它是有錢有股票 所以它可以把它壓下來 你要買買了它上去 上去以後它又在這邊衝量 它不增加持股 但是持股一手有錢 一手有現金 它隨時可以把股價再做高 這是小標股 是 小台大店 所以我才為什麼說 希望大家說知道更多的原因 從每天會員專屬的分析 戶路當中去了解 原因就在這裡 未來有很多條件 包括說拉回為什麼是比較好 個股有什麼條件 我們就執行 個股有條件 我們就執行 小標股五 小面板 今天很快的直接拉到漲停板 好 你如果我沒有預告 對啊 我很少沒有預告的 各位投資朋友 我沒有預告的原因 是因為昨天晚上 你看智慧選股短線條件 它這個地方出現了一個短線條件 純技術性的操作 然後你檢查到說 你從電腦裡面 你的電腦裡面 我送給大家的智慧選股短線條件裡面 你昨天晚上看到 你今天在看到說 它的位置 又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所以你就去執行嘛 個股有條件 你就去執行 現在當務之急 是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個短線的起點 然後演變成一個波段 可是各位 你怎麼樣去找到 下個禮拜你該出的股票 然後去換進你該進的股票 因為我時間人力有限 所以只有三個服務名額 在假日當中任何時間 麻煩你跟我們線上的助理做個聯繫 禮拜一你就要有出跟換的動作 這個動作在禮拜一特別的重要 祝大家假日愉快 有任何問題在假日當中 都可以跟我們聯繫 禮拜一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1項目 2項目 到了 2項目 公司 神聖評委 3項目 去车 我不只有车 我还有司机 认真负责人 走后不开车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词号 为了您心复杂难党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